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服务也是一流的 虽然价格贵一些 但入住的人仍然很多 因为太有特色了 今天给大家说几个有趣的水下酒店 可以与鱼共眠 看看你住过几个 第一个是马尔代夫的港历酒店 这里有著名的海底餐厅 它是一个顶级度假酒店 有上百座海滨别墅 但最吸引人的就是深入水下4.6米的餐厅 在用餐时还可以欣赏头顶的鱼群 很是梦幻 第二个是迪拜的水上飞盘酒店 这是一座水下宾馆 耗资1.2亿美元 总共21个套房 分布在水下和水上的两个圆盘上 如果是住在水下的房间 可以欣赏海底美丽的珊瑚和鱼类 在深入海底11米的地方 还安装了独特灯光 躺在床上欣赏着清晰可见的海底 第三个是帆船酒店 这是建在人工岛上的酒店 外形酷似帆船 总共有56层 高321米 酒店有202个套房 酒店结构精美飘逸 极其奢华 大部分装修都是镀金的 这里还有海底餐厅 也不乘坐潜水艇 到餐厅享用海鲜 第四个是波赛东海底度假村 位于美丽的斐济 这个度假村建在水下 游客要乘电梯进入度假村 这里的套房十分豪华 有带四人海滩的陆地套房 也有海底休息区 每个房间都有大大的窗子和床 可以欣赏海底风光 小伙伴们 还知道哪些水下住宿地 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凯艾猛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